好,那我們就繼續 接下來我給各位看一個東西 我昨天在改,目的就是 把我原本的這一個 這一個Wikidown這種系統 我之前都沒有連資料庫 我都直接存檔案 我後來想一想 其實後端的東西 server端的東西是很固定的 你只要寫一次之後 以後可能永遠都不用再寫 所以我乾脆就把資料庫的功能 通通都用很通用的方式加進去 資料庫的存取、檔案的存取 目前還沒有加的是像聊天 Socket I.O.的存取 我目前把檔案和資料庫的存取都加上去了 我現在看到的 做了一個專案 這個專案叫做FDP Server 而且我已經把它上傳到MPF上面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狀況 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呢? 你可以看到我剛剛呢 我在這裡用 這裡下參數的方式 我直接把Server啟動之後 我用這樣子下參數呼叫Server 叫Server去做什麼事情呢? 你看 它在Q這個資料表裡面 我插入一筆記錄 叫做Tool 叫做Tool OK 插入這樣一筆記錄 結果它就插進去了 插進去之後呢 我一樣 我這個Server 它也可以提供查詢功能 PB裡面的Q這個資料表 好 我接 呼叫Find 就跟你在那個命令列 那個Mango的可能性端 呼叫Find 很像 只是這邊呢 都是用斜線 那邊都是用點 OK Find 這問號後面就是它的參數 Field這個參數目前是空的 也就是說 也就跟你用Find 空的那是一樣 那它會列出目前這張資料表的所有東西 所以它就列出來 那我再做一遍 我再加入一個3 好 那它就插入一個3 我這邊呢 重新整理一下 有發現3已經插進來 好 那既然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我本來也就有提供一些檔案的存取功能 那所以 所有的資料顧運算 你都可以 在前端 使用JQuery 使用AGS的方式 來呼叫 剩下的都是前端的事情 而後端已經沒事了 別說 別說 要做後端 其實 穩定度是很高的 因為你做後端 最大的目的就是存取資料 那一旦你能夠在後端寫出存取資料的層次之後 你 你剩下的都是前端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現在的 這種職缺一直都是前端工程式最多 後端工程式很少 因為後端如果你不要求效能太高的話 只要寫一次就好 好 那這個程式我其實上傳到NPM上面 所以 但是你的電腦現在執行可能 還沒有很穩定 所以需要 譬如說你的POL如果被鎖住了 你可能要修改一下 那這裡可以 怎麼那麼辦 OK NPM上面 然後呢 我們叫FDB Server 所以你如果用NPM install FDB Server 現在就可以裝這一個程式 不用加G 這個寫錯 應該直接FDB Server就好 然後Require Run就好 那這個程式呢 我已經下載下來 我稍微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子就可以接上下禮拜的東西 那程式裡面有什麼 我先看 我已經把它下載下來在這邊 FDB Server裡面 那這是我 我們目前的程式的檔案 好 這個程式的檔案裡面呢 我稍微解說一下 我們用了很多套件 很多套件 到最後你會發現 我在寫Node的時候 我一直在用套件 你套件用的越多 你code就寫的越少 ok 那所以 知道有什麼套件可以用 變得很重要 那 像我剛剛用的code 對不對 我用了 另外一個重要的code 這是我們下禮拜要講 不過好像這禮拜就講 不過下禮拜把它整合起來就是 好 那我就寫了一堆程式 比如說有關資料庫存取的 我稍微加了一堆程式 然後你看我一開始就用MangoDB去連 為什麼 因為你server一啟動 我就連上資料庫 那我連上資料庫 你會看到 我到底要連哪個資料庫 我可以在設定檔裡面設 設定檔裡面我就直接連 叫FDP Server這個資料庫 然後呢 ok 所以 我只要改設定檔 其他不用改 那 我連了資料庫就可以改變 ok 那改變了之後 就是我 我連上資料庫之後呢 做什麼事呢 我們看一下 呃 這邊我寫了一些基本函數 那這些都還沒有什麼重要的作用 這邊有一個函數我在檢查 你是不是有登錄 那登錄的狀況就是像這樣 什麼叫做有登錄或沒登錄呢 欸 等一下 這裡 喔這太大了 真的太大了 什麼叫有登錄或沒登錄呢 我沒登錄 我在這邊我login 喔 然後123 我如果 login success 這就代表你已經登錄完畢 你登錄完畢的話 你才有權限去 對資料庫進行操作 如果你沒有登錄完畢 隨便的人都可以上去操作你的資料庫 那這就是一個安全性的 大漏洞 那可是你 我現在只有一種權限就是 你只要能登錄你就可以隨便操作 這樣是不夠的 應該是有分管理者 一般使用者 跟那個還沒登錄的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目前我只分兩種 一個就是管理者 一個就是沒登錄的 那這樣還不夠好 不過之後會再改一下 那你會看到這個程式 OK檢查是不是有登錄 然後如果 他有一個東西叫做session session就是指連線 那連線上面如果已經有使用者名稱的話 就代表已經登錄完畢 什麼時候會有使用者名稱 就是我們會檢查 你登錄帳號密碼對的時候 他才會有使用者名稱 那接下來是 資料庫的運算 我們通通都寫在這一個函數裡面 你可以看到 我在做的事情就是 有沒有 eo的db table find 這就是查詢 insert many 就是插入資料庫的記錄 update many 這就是更新資料 delete many 這就是刪除資料 然後呢 這裡 這個是upload 或者這個是上傳 什麼時候會用上傳 你只要把東西拖上去 他就會傳到那個伺服器上面 OK 那就隨便拖一個什麼影像 通常是說影像進去 拖完之後就上傳 那這個是我們剛剛的上傳的例子 這裡在做上傳的動作 這裡在做資料庫的操作 就剛剛 呼叫剛剛那個dbop資料庫的操作 一樣我們使用yield 這樣就不用回覆 這邊也是 這邊在做get get和post是兩種 不同的 不同的請求訊息 那目前我兩種請求都做同一件事 所以就兩個都呼叫同樣的事情 好 那另外這個view 這個就是整個介面 這個file這個是會存取檔案 OK 那這暫時下禮拜再說 然後傳取檔案的時候 我們會呼叫mzfs這個資源yield的檔案 函事庫去創建資料夾 然後寫入檔案 做這些動作 好 然後呢 這個是在處理登錄的 登錄的話 如果你的帳號和密碼都可以在我們的使用者清單裡面查到的話 就代表你是合法的使用者 而且密碼是對的 那我們就說你logging success 然後我把session 會議的使用者就設定成你目前這個使用者 那如果登錄失敗 那就會回應你logging fail 這時候session就不會設的起來 不會設的起來的話 那你剛剛要做那些操作是沒辦法做的 只要你沒有登錄你就沒有辦法做那些操作 那logout就是登出了 登出 登出我就是把session給忘記了就好 然後呢 從根目錄的時候我會重新導向它的pone 這是什麼意思呢 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要重新導過去 重導 那本來應該是在根目錄的 我已經導到別的地方去了 這是redirect重新導向的用 OK 現在開始你看到我的程式會越來越大 我們之前寫的東西都是小小測試小小測試 現在全部整合起來 好 然後呢 這個是你取得一個檔案的時候 那我們做的處理 那如果是取得一般的檔案的話 它就會把那個檔案的串流整個傳位了 OK 那最後呢 那最後呢 這邊在做什麼呢 這邊就是整個server的啟動和執行 那這個server的啟動和執行 你會看到 它 預設的port是80 80 如果你沒有 你這個setting.port是ondefined 沒有定義的話 它就會變成80 OK 那所以這次就是http的預設port 80 另外一個是43 這個是https的預設port 來 什麼是http 什麼是https 這裡我如果打https 這就是有加密的 有加密的 那如果我打http就是沒有加密的 OK 所以如果沒有加密的版本 它是不允許你登錄的 譬如說今天這樣 我如果打http 等一下 哦 http不能4430 http 目前我這個放在800 那你會發現 它就沒有辦法登錄 也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儲存 OK 但是在這裡 有看到它可以登錄 也可以儲存 OK 可以登錄可以儲存 OK 所以 這裡 我們開始 只要 這邊是在創建那個沒有加密的伺服器 這邊是在創建那個有加密的伺服器 有加密的伺服器 OK 那有加密的伺服器呢 你要給它一些加密證書 加密證書裡面 通常這個檔案叫.pem檔 那它裡面有所謂的金要 公開金要之類的這種金要 私有金要 然後證書 這些東西 所以 下禮拜我們會把這個東西 講得比較清楚 但待會兒我們先給一些CORR的基本範例 然後 下禮拜再來清楚地講 這整個程式 好 那我們先 休息一下